美国海军搞出了新一代的不死鸟空空导弹 但是却有可能因为一个老问题 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大家好我是石涛 在最近的环太平洋演习中 有一架F-18EF战斗机 携带了一枚名叫做NAIM-174的导弹 那么这算是彻底的证实了 2021年开始流传的一张照片引发的传言 那就是美国海军将会在标准六型舰空导弹的基础上 为美国海军的战斗机装备新一代的空空导弹 那么从现在所收集来的消息来看 那这一枚名叫NAIM-174的导弹 那就是在美国海军装备的RIM-174 也就是标准六型舰空导弹的基础上 去掉了助推器 然后换装了基于AIM-120D导弹研发的主动导引头 组合成了这么一枚新的院程空空弹 虽然它去掉了助推器 但是由于它是在高空进行发射的 因此射程反而有可能比标准六没有减少多少 至少是在400公里的射程级别 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 雷达无法支持如此远的制导 那么大概率这个导弹是加入到了舰队的 所谓的A射B导的这么一个指挥链路中 用舰艇上的雷达进行导引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导引体制下 美国海军恐怕能够获得自当年F-14退役之后 就失去的超远程截击能力 那么这是目前美国海军非常看重的一个能力 毕竟在太平洋西岸地区 美国海军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越来越大的防空压力 那么不仅仅是从天而降的我们说如来神掌 还有包括了高超声速的滑翔导弹 以及各种各样巡航导弹组成的导弹海 都将对美国海军的生存的构成巨大的挑战 那么这也正是美国海军虽然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在这个舰空导弹基础上 发展自己空空导弹的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 说来从舰空导弹或者说地空导弹来改空空弹 那并不是美国海军的原创 说一个大家最熟悉的那是伊朗 伊朗曾经利用包括霍克导弹等等 在内的大型地空导弹来改装这个空空导弹 那么进行远程的捷机作战 那么之前也有传言 中国空军目前装备的霹雳17 这个超远程空空弹 有可能是从这个红旗9进行的改进 当然了这已经被证实是一个传言 但是这样的路数并不是不通的 那么美国海军目前捡起了这条路 快速的发展出一枚空空导弹 可以说这个路子确实是合适的 并且对于美国海军目前面临的迫切的需求来说 这恐怕是美国海军获得超远程 捷机能力的唯一的途径 但是我们说这一款导弹现在面临的很多的问题 那其一美国海军无法用F-35战斗机来携带这么一枚巨大的导弹 那么目前只能用F-18来进行携带 但是F-18这款战斗机 它的挂载性能 以及在高挂载情况下的腿短的情况 大家都是了解的 那么挂载了如此巨大的空空导弹之后 F-18恐怕它的飞行半径要大为的缩水 这就意味着航母防空圈要进一步的缩小 其实在面临高压力的防空作战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当年F-14为了保证在挂载巨大的AIM-154不死鸟导弹的情况下 还要飞得足够远 那么在设计一时就进行了包括宝型挂架等等一系列的减组设计 使得F-14具备了相当不错的远程捷机能力 那么现在作为截击机来说是半路出家的F-18 配上了半路出家的导弹 自然无法实现这种最优化设计 但是这都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美国目前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工业产能问题 那么根据美国国防预算的披露 2024年到2028年这五年间 美国海军能够获得的标准六型导弹 只有区区125枚 大家要注意 不是一年125发 是五年125发 也就是说标六导弹 它每年的产能就只有25发 那么基于标六导弹改装的 这个AIM-174导弹 虽然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简化 但是确实不大可能发生这种 我们说加一个零的这种产能的大突破 那么一年产量只有几十枚的超远程空空弹 那么在实战的时候 用起来自然是要小心翼翼 那大家能看到 胡赛武装最近在红海进行的这个弹道导弹袭袭击 就使得美国海军出现了 包括标准二和标准六 这一些昂贵的导弹的这种库存告急的情况 那么未来美国海军要怎么样 才能够具备足够的这个AIM-174导弹 来拦截他们假想敌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来袭导弹 这必须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我们说饭做得再好 吃不饱那也是不够的 美国海军现在面临的正是一个生产不足 吃不饱的大问题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